大家好,我们的产品是苦尽甘来创新白玉小点 近年来食安问题频传,让消费者人心惶惶 本研究以南台湾农产品苦瓜,尝试加入各式小点 以二年级中式点心课、烘焙课所学的泵驴酥和脆饼为例 研发加入苦瓜的抠烘酥和白玉脆饼 期盼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又健康 抠烘酥,其名抠烘,取自闽南话抠归台湾国语的烘礼 本团队正值求学阶段,因住家与学校距离遥远 有些同学久久才返家一次 即将毕业的我们,未来无论就业或是升学 也会纷飞于各地迈向下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干是苦,我们总是特别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也期待忙碌与学习工作的人们 在享用call home 酥、甘苦滋味的同时 能回忆起家中的温暖 也别忘了call home 打通电话回家 本团队以SWAT优劣分析队本产品进行分析 其中在劣劣及威胁的部分,想到两点可以改善 一,多参加农业博览会选择新的食材加以研究 可以使购买的意愿选择性增加减少滞销及种类的问题 二,后期研发出与别家高饼店不一样的产品 使大众对于本品牌有更进一步的采购及选择 再透过一年级餐饮安全课所学的相关课程 针对食物水活性的多寡 会影响保存期限的长短进行水活性测试 经实验结果发现 本团队制作之call home 酥、白玉脆饼与原味凤梨酥、原味脆饼之水分含量相近 所以得知将部分材料以苦瓜汁取代 并不会影响该产品水分含量的上升 而当食品水活性干燥到0.7以下 则无论细菌、黴菌均无法生长 可达到防腐的目的 我们自行设计了白玉小点的logo和自制伴手里礼盒 与屏东县南州乡地区农会合作推广本产品 以利之后在市面上的行销及推广 再利用Facebook粉丝专页 透过网络行销的方式在全国贩售 让全国消费者都能享受到天然营养的白玉小点 同时也能利用食品加工 使苦瓜成为精致农业 达到多元化在地农产品的推销 本产品的logo以台湾的图案为基础八项 象征台湾是我们的根本 就像家人一样在背后支持着我们 而左右两边分别是本专题所推广的屏东在地农产品 苦瓜宝宝和代表凤梨县的旺旺宝宝 抠烘酥的实作过程 苦瓜切块榨汁备用 本料过筛 以糖油拌合法将奶油及糖粉拌匀 加入其他材料拌匀 静置分割压膜 以上下火160及150度C烤20分钟 出炉脱膜即可 白玉翠饼的实作过程 苦瓜切块榨汁备用 粉料过筛 以糖油拌合法将奶油及糖分打匀 分次加入苦瓜汁及过筛的滴粉 将面糊放入挤花袋挤入烤盘 以上下火160度C以及150度C烤20分钟 出炉待冷却即可 未来展望 本产品目前已研发成功 在Facebook粉丝专页进行销售 未来希望贩售通路将不只局限于地区农会 希望能与餐饮业等店面合作推广本产品 并积极参与各项工艺活动 强化品牌形象及辨识度 后续也预期开放接受各地农会之委托 将各种农作物运用本团队的巧思 协助农会辅导农民转型为精致农业 以食品加工带动农业达到产销一体化 增加农业价值 维持农业永续经营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感谢聆听 感谢聆听